但以礼书 第七章 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 但以礼在床上做梦 脑中看见异象 就记录这梦 述说其中的大意 但以礼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看哪 天上有四风 突然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只巨兽从海里上来 它们各不相同 头一个像狮子 有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候 它的翅膀被拔去 它从地上被扶起来 用两脚站立 像人一样 还给了它人的心 看哪 另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 半身侧立 口里的牙齿中 有三根獠牙 有人吩咐这兽说 起来 吞吃许多的肉 其后 我观看 看哪 另有一兽如豹 背上有四个鸟的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还给了它全饼 其后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看哪 第四兽可怕可惧 极其强壮 有大铁牙 吞吃嚼碎 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面所有的兽不同 它有十只脚 我正思考这些脚的时候 看哪 其中又长出另一只小脚 先前的脚中 有三只脚 在它面前连根被拔出 看哪 这脚有眼 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我正观看的时候 有宝座设立 上面坐着亘古常载者 它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宝座是火焰 其轮为烈火 有火如何涌出 从它面前流出来 侍奉它的有千千 在它面前示力的有万万 它坐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于是我观看 因这脚说夸大的话 我正观看的时候 那兽被杀 身体被毁 扔在火中焚烧 其余的兽 全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得以延续 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 看哪 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上的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载者面前 他得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方 各国 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度 必不败坏 至于我 但以礼 我的灵 在我里面忧伤 我脑中的意象 使我惊慌 我走进其中一位 势力者 问他这一切的实情 他就告诉我 使我知道 这事的解释 这四只巨兽 就是将要在世上 兴起的四个王 然而 至高者的众胜者 必要得到这国度 并且拥有它 直到永远 永永远远 于是我想要更清楚知道 第四兽的实情 它与一切的兽不同 甚是可怕 有铁牙铜爪 吞吃嚼碎 剩下的用脚践踏 头上有十只脚 和那另长出的一脚 三只脚 在这脚面前掉落 这脚有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形状比它的同类更强 我观看 这脚与众胜者争战 胜了他们 直到亘古常载者来到 为至高者的众胜者申冤 众胜者得到国度的时候 就到了 那势力者这样说 第四兽 就是世上要兴起的第四国 与其他各国不同 它要并吞全地 并且践踏脚碎 至于那十只脚 就是从这国中兴起的十个王 后来又兴起另一王 与先前的不相同 它要制服三个王 它说话抵挡制高者 折磨制高者的众胜者 又改变节期和律法 众胜者要交在他手中 一年 两年 又半年 然而 他作者要行审判 他的权柄要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国度 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制高者的众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 顺从他 这事到此结束 我但以理因这些念头甚是金黄 脸色也变了 却将这事记在心里 一 还有 一 二 三 二 一 二 三 二